宴请的名单有中共的高层 台北市长柯文哲脸色铁青 因为花将近五万公帑宴请中国企业争议延烧 现在十人宾客名单曝光 甚至有共产党企业高层引发疑虑 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的副行长 还有中国银行台北分行的行长等银行业主管 以及航空业 投资业 还有老牌清洁公司的总经理都是座上宾 十位宾客当中尤其敏感的是 中国银行跟建设银行都属于中共国有银行 是副部级单位 跟中共关系密不可分 中营的行长陈长江除尘厦门 一口琉璃敏南话 2019年上任对台资企业很熟悉 这回也成了柯市长宴请对象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企业要做到高官 必须要有共产党背景 而且必须是党支持大力栽培的人才 柯文哲跟这些共产党员 这么密切的接触到底所为何来 用的公家的钱 也不是用自己口袋的钱 现在名单不敢公布的理由是什么 柯市长八年不是一直讲求 是开放透明吗 居然连一个四万八的请客名单 都不敢透明 公开透明的个性 其实你要看我也没有意见 拜托我讲 你要真的要要 我们会议机会可以给你 他也是合法在台湾登记的公司 你要核准他就把它当做 好像匪谍间谍在看待 市府反击有限人士外流名单 不过宾客名单曝光 与中共关系密切 跨党派议员不满 柯市府花公堂却不愿接受检验 下期视频的周军台北报道